这个传统屋 传统屋这个是 我们自己在过去的时候 也一直在找我们自己 过去传统屋的样子 那经过我们大概跟长辈请教 然后还有我们也调查过 相关的一些文献 原来我们赛德克族的 如古一系的这个传统屋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样 那旁边其实都会放一下 我们的这个台阶老师 这个石头的台阶 然后墙壁其实都是用木头 在把它弄起来的 这是用木头弄起来的 那像屋顶的部分 基本上原本像这个 竹子做的这个传统屋来讲的话 在过去其实应该都是在公寮里面 或者是他们在工地里面的 这个房子产是这个样子的 那但是这个实际在部落里面 应该来讲是石板屋 好应该是石板屋 那那个是因为我们在过去 刚好我们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 无人要迎接我们赛德克族的 那个碎石记忆的活动 那个时候当时真的是时间真的太赶了 要去找这些石板真的也不太容易 那我们这个后面的部分 当然我们会再做一个加强的修正 好 所以你们这边也是有石板可以检析了 有有有有 在那个河流旁边就可以找得到 哇那你们你们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像里面就往就是向下陷的那种 对我们过去为什么会叫做 我们是为什么叫这个叫半血鞠了 半血鞠 对半血鞠 那通常都是大概往下挖 大概三到四尺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那其实这个主要也就是因为是在过去 这个是为了防台风 这个是防防风雨 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功能的话 其实往下挖 因为这个温度会有差别 像冬暖夏凉的那种感觉那种概念 那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的传统屋都是往下挖 这个是在我们所有 大概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房屋构造里面 大概是第一个 对 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没错 我还第一次看到 就是半血鞠 我们的传统屋就是半血鞠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像我们的半血鞠 其实在过去 因为都是用木头做的 那其实木头其实它都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那有的时候 过去有一点像在我们的田里面 然后就是工作的时候 大概三四年 他们就会再转移到一个地方再去工作 因为以前都是火耕 然后把这块地烧了以后 那开始就在那边耕种 那房子大概也就盖在那边 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其实像这个我们的传统屋里面 比较早期的 他们会把故人 如果说刚好离开 射上了 死亡了 他们会埋在这个 这个半血鞠里面 对 这是室内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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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